正在台湾爆发反核示威之后 马政府做出了封存核四的决定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回答我们中天记者提问时也说 有关核四建设的相关事务应该由台湾人民来做决定 请看中天特派张国华来自华府的报道 台湾爆发大规模的民众反核示威后 马英九政府被迫做出核四一号机 安检后封存核四二号机停工的决定 由于核四建设中使用了美国奇异公司的核电技术和设备 美国政府会如何看待台湾的反核风波呢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萨奇在例行的记者会上 回答中天记者提问时表示 核四相关事务应该由台湾人民决定 而美国最关心的则是和平处理示威 台美于1974年签署了一项 有效期40年的核能和平利用协定 将在今年6月起满 新版的协定经欧巴马总统签字后 已经在今年1月送往美国国会审核 核四封存会不会影响到 这一协定延续案的批准 萨奇表示他无法预测 美国的核电厂在停建40年之后 近年来出现了一些 新建或扩建核电厂的申请 不过由于美国的天然气价格暴跌 很多厂商在提出申请之后呢 又撤回他们的申请 记者张国华综艺庭 美国国务院的报道